自来水公司第九区管理处的处长白荣裕一行人 特别到花莲县政府来拜会了县长徐军贵 还有副县长严新章 共同讨论了花莲市林生路到公园路间 接到管县泰换工程相关的管制事宜 希望可以获得县政府支持 还有在地商家里民的体谅 县长也建议说 施工单位在施工前应该要邀请里长进行会议 也限定召开说明会和居民来充分沟通 减少工程期间带来生活的冲击 和交通不方便 自来水公司第九区管理处处长白荣裕一表示 花莲市林生路到公园路之间 等接到泰化管县工程实作工期 预计为期180个工作天 不含例假日国令假日进挖期等等 除了希望与县府相关业务单位协调 并且申请路权挖取许可之外 期盼能够在地里长取得共识以及谅解 施工期间一道路实际状况 指派自会骑手配置无线电冲讯方式 引导人车型进行替代道路 以维持交通顺畅 现在学生表示感谢自来水公司积极处理 换了一次老旧管线台湾的事宜 任何建设工程如果影响到在地军运的生活 建议施工单位在开工之前 先邀请当地里长实施会刊 并且召开说明会 和在地商家与住户妥善沟通 并且说明工程内容与其成 尽可能降低交通管制 对附近居民生活带来不便 地方上当然是权力配合 但是现在这六个工区 六个工区因为是在花莲市的人口密警区 所以我想当然有建设也有破坏 有建设也有破坏 但是希望把这种冲击力降到最低 然后也把影响到民众的需求 以及影响到民众的进出 能够把它降到最低 那现在今天请 特别请四位里长来就是 第一个在上一次到安会报 我之后已经要求说 一定要到地方去做现地的说明会 跟民众充分的沟通 我们再来做试作 因为民众你要跟民众 两边的店家或是住户 做好充分的沟通 大家对于这样的工程能接受 而且有心理准备 我想这样子会比较好 所以今天特别再请四位里长来 针对地方上有什么声音 是不是可以透过里长来反应 那我们刚刚里长有说有一些是今天下午收到了 有一些要说明的通知书 那今天下午还是继续做 但是就是希望里长 把我们很多的居民 就供其 这个工地周遭的 两边的居民可以请他们一起过来参与 清取自来水的说明 自来水公司第九区管理处表示 华林士林山路到公园路之间 等街道管线泰湾工程 分别为六个阶段施工 各阶段工期为18到36天 施工区域分别在华岗街 三明路综合市场 正义街 复兴街 复兴街90项 复兴街98项 林山路244项等等 并布设夜间交为设施 会邀介的自来水公司第九区管理处 幸福政事处 公关处 行政经验考处 地方税务局 施工区段 里长等共同延商 路段交通管制措施 在二月底召开道安汇报 进行讨论 进行讨论